揭秘,世界著名三大间谍事件,里面竟然有中国。 3月4日发生在英国伦敦西南郊区的俄前双面间谍中毒案,目前仍在发酵中,到底是普京,一时兴起想为六月份的世界杯,增添国际热度,还是英国在俄罗斯大选之际为打击普京,而自导自演了一个苦肉计? 目前历史喵选择安静地做一名吃瓜群众,毕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了,我向您保证,周四三月二十八日的记者会上会给英国外交大臣和大家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礼物,surprise。 在这个surprise到来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三个最不可思议的间谍故事。 中国间谍,石佩普,1964年,京剧演员石佩普在酒会上,认识了法国大使馆职员布尔西科,并说服布尔西科相信身穿中山装的他是女人,随后双双坠入爱河,开启了一段长达二十年的恋情。 在两人相识不久,布尔西科便被调离中国四年,在此七点,石佩普生下了布尔西科的儿子贝特兰。 1969年,中国情报机构利用石佩普与布尔西科的关系,将石佩普伴侣布尔西科招为谍报人员。 1982年,布尔西科安排石佩普和贝特朗菲往巴黎,开启夫妻生活。 1983年,两人被法国安全局逮捕,罪名是间谍罪,被判服刑六年。 同时,石佩普男儿身的秘密被揭露,与布尔西科关系断裂。 1987年,石佩普获得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特赦,重获自由身后,一直定居在巴黎,直至2009年逝世。 传言两人一共向境外提供了约500份情报,也有说是约150份情报。 至于为什么布尔西科二十年来,一直没发觉石佩普的男儿身,带历史瞄查,找到更有利的资料再告诉你。 德国、法国间谍马塔哈里,作为历史上最传奇色彩的间谍之一,马塔哈里的一生可谓坎坷不断。 他本是荷兰的一个乡下小女孩,英纪母七零,父亲只能送15岁的他去寄宿学校,天生丽智的他入学没多久便被教师凌辱,后来被骗嫁给了有暴力倾向的军官。 1899年三岁的儿子在印度被毒身亡,与丈夫关系再度恶化。 1904年,他离婚之身来到巴黎,改名马塔哈里,靠着在印度学会的波罗门神坡舞蹈一波成名,成为了欧洲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并将整个巴黎的娱乐业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甚至是巴黎逐渐成为了世界文明的都市。 放荡的生活使他经常周旋于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军政显耀之间,并在无意间获取了一些国家机密。 当时正处于一战,德国情报机构很快就接触了哈里。 1915年,哈里正式成为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受命以演出为掩护到西班牙收集情报, 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相持阶段,哈里担心有朝一日协约国取得胜利,自己给刀国做间谍的事情被人知道。 因此,他开始有意识地向法国靠拢,成为双料间谍。 后来他双料间谍的身份暴露,逐渐失去价值。 为了挽救法国情报机构的名誉,法国情报部门不惜牺牲哈里,将他送上法庭。 很不幸,哈里碰上了一个憎恨女人的法官,对哈里曾为法国窃取得军情报的事实视而不见,只以判处死刑。 1917年,哈里被枪决。 德国、英国间谍,胡安普霍尔加西亚,加西亚出生在西班牙,学习成绩一般,前半生的工作是小售货员。 后来西班牙内战爆发,他申请加入英美情报机构被拒绝,于是转身投降德国,并被派往英国收集情报。 然而,车位奇葩没有去英国,而是躲到里斯本,靠着英国旅游指南、报纸、广播、火车时刻表等公开信息,加上强大的脑洞编造了让德国人觉得很重要的情报。 就有这么巧他的情报,跟实际战况还蛮接近的,慢慢加以重用。 后来英国情报局知道了他的存在并招立己用,于是加西亚成为双面间谍,为了争取德国更多的信任和金钱,他甚至编造了27个特工小弟的故事。 加西亚还是源源不断地为德国输送情报,不过这些情报都是一些不太重要的货经常吃来,但这不影响德国对他的信任, 以至于在同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前,加西亚成功说服希特勒,相信登陆地点是加了,这在战争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了,加西亚这个出色的小说间谍,不但被纳费德国授予铁石字勋章,还获得大英帝国勋章,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45年,加西亚伪造了自己的死亡之后,先至委内瑞拉生活,并在那里开书店继续生活了40年。 查看更多相关内容,可关注微信号必考题或考研历史妙。